1912年到918事变期间 日本为了控制韦满洲国 开始尝试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方式 1912年 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土地肥沃的地方 建立了爱川村 迁入19名农民 这便是日本向中国东北移入的第一批农业试点移民 这一时期的移民规模小 留在东北本土的日本农业移民 仅仅只有一千余人 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率 就在移民计划进展不顺利的时候 东宫铁南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 在乡军人满猛移民方案 就是让退伍后回到农村的军人 拿起枪杆和锄头 移民到东北 这些退伍军人 在国内社会地位很低 并且也没有土地 去了东北之后 他们不仅能够拥有土地 还能继续以军人的身份 在东北忽加忽微 拿起锄头可以耕地 拿起武器可以打仗 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需要的 在日本军部的受盖下 日本第一批武装实验移民开始了 他们除了帮助日本关东军维持维满洲国的治安 必要时还能出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 日本武装开拓团还带有积累移民经验实验的性质 弥荣村就是日本关东军的第一款试验天 弥荣一次 在神道仪式拥语中 本意代表繁荣昌盛 但还没等弥荣村繁荣起来 日本开拓团内部就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疼恳病 1933年11月 日本关东军移民部组织视察移民团 发现不少开拓团成员出现异常情况 有的流泪不止 有的整日沉默不远 还有些团员之间 时常发生激烈的斗波 早期来到东北移民的这些所谓的开拓团 它的医疗条件和它的住宿条件非常有限 甚至很简陋 所以说可能一些小病 或者说是一些不适应的一些病状 因为没法很好得到治疗和调理 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武装移民并没有达到当初预想的良好效果 一时间武装开拓团的退团率达到了31.2% 战死病死饿死的开拓团人逐渐增多 死亡率达到8.7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